接下來下一位嘉賓 相信簡力豐這個名字大家都不陌生 他是前台灣Google的董事總經理 現在也輔導很多家台灣的AI企業 不遺餘力的在推動台灣的AI整體發展 究竟他眼中的AI大未來是什麼樣子呢 現在我們就請簡力豐、簡博士來為我們分享 歡迎簡博士 謝謝特別大家還能夠這麼專注的到快要接近五點多 這個主辦單位給我一個好的問題 叫Feature AI 我們Ungoing AI已經有太多的事情 但是Feature AI 這是我這幾年來我覺得最難的一個題目 而且更重要的是沒有給我時間講 所以我在想這是一個好的安排 那麼我做了很多功課 可是沒有時間跟大家報告 這也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可能只有幾個keyword會留在大家腦海裡 我嘗試其實我打算用十五分鐘來報告 Future of AI 最近有三件事情你需要知道 一件事情就是Google一個前董事長 Eric Schmitt 他來過台灣我host他 他最近在美國國安會做一個AI的報告 這個報告非常非常的重要 剛剛出爐 叫Final Report 叫最終報告 這個是講說 如果十年內美國不do something 那麼將輸給中國在AI 這是第一句話 這叫leadership 第二件事情叫hardware 什麼叫hardware呢 美國如果不自己生產半導體 那麼美國也將會輸掉這場戰爭 這個跟台灣好像都有關 第三件事情是關於人才 那這是一個angle 等一下會快速跟大家回答 用他的報告來看幾個觀點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我有讀了step of AI 他們每年會做一個survey 大概180個page 我把它讀完 剛剛那個報告還沒讀完 不過也是一百多個page 那麼它有幾個大方向 我也稍要summary給大家 加上我最近自己的觀察 所以我先提research這個trend 就是研究 研究fundamentally到底是怎麼樣呢 有個technology大家都知道 transformer 因為BERT的transformer 改變了整個machine learning for nature language processing 而且transformer的概念 讓我們知道就是說 我可以從A的應用領域 學到知識應用到B的應用領域 所以造成全世界自然語言處理的 大幅成長進步 那我剛才聽到前面幾個forum 都談NLP自然語言處理 我想小小跟大家報告一下 30年前我可能台灣 第一個NLP的本土博士 那麼30年前我拿 謝謝 我拿到學位的時候 我記得committee member 告訴我一句話 這件事好冷門 你為什麼要做 那30年前其實我也不知道 那麼我喜歡那個領域 是因為我以為它很難 為什麼很難 因為我拿到學位 我去中央研究院工作 那他們告訴我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30年內做不出來的事情 才能夠留在中央研究院 所以 好 那麼 這是第一個概念 第二個概念叫huge model 就是這些machine learning 的technology 變成是一個大大的武器 huge model 好像只有偉大的公司才能做 這是一個新的趨勢 也就是可以玩的prayer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第三件事情 對大家非常重要 所以史上最重要的 AI用在bio 就在過去一年 因為covid-19 所有過去史上所寫的bio相關 用AI paper 都不如去年一年的多 好 那麼 這是一個 用把剛剛的事情 再提醒一下 現在最重要 最大型的武器 叫gpt-3 這一個machine learning model 這個model呢 跟兩年前改變世界 三年前改變世界 這個birth technology 在參數量多了五百倍 五百倍你要需要的training data 是五百的平方 那麼大的data 那世界上有幾家公司玩得起呢 他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說 訓練剛剛那個model呢 需要一千萬美金 那麼剛好讓我想起來 我們台積電十奈米製程 tap out一次也要一千萬美金 那麼意思就是說 我做一顆IC 這個製程很advanced的 我要一千萬美金 那全世界玩得起 IC設計公司就不多了 我們會覺得 quadcom聯發科做得起 那apple做得起 還剩幾家呢 一樣道理 machine learning model 接下來再玩下去 也只剩幾家可以玩得起 而且是原來就領先的 這是給我們全世界一個重大重大的警訊 不過也還好 他這個概念叫做low resource的model 就是比如說我運氣很好 我加入google translate 是他第四個scientist的 所以大家用的英文跟中文翻譯 如果翻得不好 不是我的錯 我是第四個scientist 第一個做中文的 那麼在google的翻譯裡頭 有一百多個language 大多數的language其實沒有足夠的training data 不過這張圖 如果你有45對角看過去是這樣 左下角是有大量training data language 那右下角是 右邊是少量data language 可是這一個重軸是什麼呢 就是進步的幅度 有趣 少量data的language 為什麼進步幅度會變快 告訴大家 google在英文翻日文跟翻韓文的訓練資料 是用中文資料來訓練的 你沒有聽懂喔 我再講一次 韓文跟日文加了中文的資料去訓練它 是因為日文跟韓文的訓練量在網路上 可以拿到data不夠多 不夠多的情形下呢 用其他語言來補 用亞洲語言來補 我們沒有想到會有這個問題 事實上就跟我們語言結構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現在認為說 university叫大學 所以university跟大學這兩個字意思不一樣 意思一樣 只是form不一樣 形式上不一樣 它在world level的sematic是接近的 它的contextual 所有文化不同 可是藏在一起的world的sematic是接近的 所以你可以用一個語言得到知識 就是學另外一個語言 這是被證實的 所以剛剛講那個大國的武器呢 不一定只適合在大國使用 如果它願意開放 所以目前在網路上 為什麼NLP那麼多的應用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是因為Google把它open source 很多個公司把它open source出來 所以你從一個大的武器拿來應用到小的應用裡頭 結果非常非常好 可是這樣的open會持續嗎 這份報告告訴我們 看起來越來越悲觀 因為三四年前 Google在open source AI technology的時候 想到的是開放進步 可是世界各國現在拿來當武器對戰 尤其中國跟美國 所以他們的AI報告裡頭 那個AI那個字已經代表國安 那麼讓我們開始悲觀 這個悲觀意思是 小國能不能繼續拿到武器的供應 好 這個部分呢 就剛剛用這個例子 Bio在過去年發表的 AI相關的paper量那麼的大 你可以看到 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領域寫paper要快 晚上都不要睡覺 你還來得及 你昨天的研究呢 明天沒有發表 後天就要落伍了 哇 這個領域 要嘛就選擇不要參加 好 那麼回過頭來 這一個 這一個是他有一點不夠清楚 但是這是 自然語言處理 這一個 在去年最重要一個 前年最重要一個大會 一個大會主席的一個報告 那也是我以前在 微染研究院的Piers 其實是我曾經是他的advisor 他寫的一個報告裡頭 一個概念 他說 NLU就是自然語言的理解 有 還是有 limitation Machine learning 暫時是做不到 舉例來講 我們今天會議在台北舉行 但你問他說 這個會議是不是在台灣舉行 他不知道 因為台北跟台灣 這個概念 需要被train 那我跟他講說 這個會議是不是 在亞洲舉行 他又需要一個train 所以 現在自然語言的學習 比較像是填空白 他可以讀書 就跟我們天鴉式教育一樣 如果有一句子叫做 台灣最高峰是玉山 那我問說 台灣最高峰是哪裡 他可以回答玉山 這是他硬背起來的記憶 可是如果你今天問他說 那有一個山叫做 比如說 假設合彎山 假設是比玉山矮一點 那你說第二高峰哪裡的時候 他可能已經不知道了 因為他沒有演繹推理的能力 所以這樣想一下 現在的AI還很弱 可是很弱的AI 已經在應用上非常強 所以我想告訴大家一個概念是 不能理解還是很厲害 但理解這件事情很難 所以很多聊天親戚人 就繼續聊天下去就好了 就是很可愛 Kawai 不能用 但是不能用 不等於不管用 在COVID-19的時候 這邊slide下方 所以有四個藥物 是用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做出來的 一個COVID-19很可怕 第二個 這剛剛講 research trend 我們現在來談的是 talent trend 人才 這個報告裡頭 加上 Earish Mead的國安報告 加上State AI 答案一致 美國學術機構 現在還是領先 不過裏頭的scientist都是中國人 那是第二句話 他的第三句話就是 在美國拿到學位 離開美國的人 去了哪裡 除了英國之外 就是China 當然China不是全部離開 事實上還留在美國 我們如果不用國安的角度來看 有很多的中國科學家 可是從人口角度 他本來就那麼多私利人口 美國加歐洲加起來有多少人口 美國三億 整個歐盟是另外一個 接近泛歐盟到五億好了 也就是這樣 所以人口結構本來已經注定 這樣一個結果 但是 這就是 美國觀念上的 AI的危機 那麼這個talent危機 會造成 台灣的機會 也造成台灣的競爭 因為如果這個recommendation 被政府buy in之後 我估計在人才方面 就會做很多限制 如果大家還有記憶的話 大概在二十幾年前 台灣在學電機的人 要美國要學衛星 學數位訊號處理 是不能學的 這是有管制的概念 所以可能會有管制的方向出現 好 再下來就是一個industry trend industry trend太大太大了 我們沒有辦法在很短時間說明 但是一個就是提醒大家drug 藥物這件事情AI大量使用 那麼Google AI Team 在過去幾年中 投入最多的應用 是跟healthcare相關 這是目前在應用領域別裡頭 看起來這是一個大的 第二個部分就是self-driving 就是自動駕駛這件事情 稍微有一點變慢了 就是最後一里路的安全 比我們想像中的困難 如果你有看Waymo CEO 最近的報告 看起來他越來越呈現保守 雖然他是領先的 原因就是因為其實 最後一里路沒有大家想像中的容易 我們光講最簡單的GPS 目前GPS還沒辦法做到3D 除非Elon Musk的五萬顆衛星 布滿整個地球 我們走到任何一個地方 頭上都有五顆衛星 你的GPS才能夠3D 那麼你在市民大道 你才知道你在上面還是下面 在那之前任何人家告訴你有自動駕駛 你都不要相信他 除非你確定你永遠在平面上 沒有訊號的干擾 你的GPS一小時內都不會斷線 而且你的車子在一小時內可以到達 當然不可能 你從你家的停車場把車子開出去 就一定要靠自己 因為沒有GPS 那麼在這個情形下 最後一里路比我們想像中的難 但是有一個公司叫做 Too Simple 他是China scientist背景 但是是美國中國合資的公司 目前有一百輛卡車 最近要在3月底要在美國IPO 如果他IPO成功 象徵了一個新的訊號 就是自動駕駛卡車這件事情 可能會成真 為什麼美國現在缺了一百萬個司機 從紐約開到LA 是多麼困難的事情 你找不到司機的 所以最後現在的model 是採取混合式的model 就在高速公路上自動開 下高速公路人接手 這是妥協的辦法 這個是by demand 也就是說社會有需求冒一點風險 這個風險呢 就是用交通去管制它 那這樣的混合模式呢 這個卡車會變成像小火車一樣 一列可能是五輛 第一輛有司機 二 三 四 五 沒有司機 每一輛下一個交流道下去下去 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如果walk 這會告訴我們說 完全個人化的自動駕駛車 也許短期間到不了 可是過程中 特定應用 特定管制也會出現 第三件事情 就是在所謂的 AI hardware 也是我剛剛講的 那麼事實上 這個台積電是被 Mention非常非常多次的 那麼 Google跟NVIDIA 在AI hardware 也是扮演重要角色 AI的應用 其實如果你們 把在Google search 關鍵字的句子拉長 你會開始發現 Google search 做了很大的改變 這個改變呢 是 他其實可以做 Question Answering 比如說 我今天早上就問他一下 就去年肺癌的死亡人數 他給你一個短的text 直接回答人數 這是過去做不到 它是Machine Learning 加傳統搜尋的結合 好 最後 大概談的是 政治上的一個趨勢 政治上的趨勢 我們可以剛剛講說 除了大國崛起 大國競爭之外呢 在倫理跟資安的重視 再提高 紅字的地方 台積電扮演關鍵的角色 之後 軍事上的應用 不管AI發案怎麼樣 現在證明已經到達 AI的應用 最重要叫Drone Swarm 就是無人機群 它是可以分散組合的進攻 而且因為是無人 它帶了炸彈 它帶了火箭 現在的地面部隊 是沒有辦法跟它打仗的 那這一個趨勢 一個無人機的價錢 以後會越來越便宜 可能幾萬塊就可以飛出去了 不過幸好它現在飛不久 因為沒電了 所以呢 如果電的問題被解決 那麼這個軍事戰爭的面貌 會全部改變 並不是大家想的機器人在路上跑 那個比較難 無人機在天空飛 那件事情比較難解 因為你很難用大規模武器去打敗它 那軍事上的用途是我們一個擔心的點 那最後 剛剛有聽到很多人提到聯合學習 當我們在強調治安 這 privacy呢 所謂的聯合學習的重要性 也是出現了 那這次也是一個小小的 trend 那就跟大家報告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簡博士 謝謝簡博士跟我們分享他眼中的Future of AI